接下来我们来看直线方程式的第二种常见的算法 有时候它题目给的并不是斜率 它可能给的是两点坐标 这其实蛮常见的 那从两点坐标要怎么求直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方法叫做两点式 我们现在给定的是直线上两点 A跟B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求是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它要怎么算呢 所以我现在先来看一样 我们画个图 这两点因为是已经固定的点 因为题目给你的这个点是固定的点 所以我从这两点是不是已经可以去计算 这条直线的斜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刚才的定义可以知道 S2-S1分之Y2-Y1 就是我们要的直线的斜率 但是光是这样子还不能算直线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需要找一个动点P 这个动点P它一样会在这条直线L上面跑 然后SY最后我们所计算出来的关系 是实际上就代表这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当然我在取这个动点P的时候 它不能跟我的AB重复 所以它必须要找异于AB的那两点 我们才能够去考虑斜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一样先取 我们先取L上异于AB之动点P 好我们一样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动点P取出来之后 好我们现在来观察直线的斜率会 可以怎么表示 好那我现在既然有三个点 那我现在取了一个动点P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虑一下 P跟A的形成的斜率好了 反正同一条直线 你随便取哪两点来看斜率 是不是应该都要一样 那所以我就先来看P跟A这两点的斜率 所以这两点的斜率应该就是 S-S1分之Y-Y1 是不是这样 但是听不出来个B点还没用啊 我刚刚是先去看P跟A 那实际上A跟B本来也会有个斜率嘛 对不对 又 斜率 立刻表示为 我们用AB来看 那是不是S2-S1 分之Y2-Y1 对不对 所以上面这个是AP的观点 然后下面这个是AB的观点 那我们是不是 反正只要是直线上的点 相一点都可以算斜率 除非它是线垂线嘛 所以你看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斜率 斜率是不是应该要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要相等 S-S1分之Y-Y1 一定要等于S2-S1分之Y2-Y1 那实际上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代表这两个值都是斜率 但是因为这个斜率这一题用不到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掉 是不是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很明显 那这个式子我把S1-S2 S-S1也可以把它移向过去 所以实际上 它是等于S2-S1 乘上S2-S1分之Y2-Y1 是不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式子 它就称为我们这一条直线方程式的两点式 因为在目前为止 我进去找出这个S跟Y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式子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的直线方程式 好所以 它把它称为两点式 OK 好两点式的概念就是这样 只是说有些时候 有些同学可能他不太喜欢把它乘过来 那你不把它乘过来也行 所以有些人也直接就用这个结果 当成是两点式的结果 也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带这个式子来算 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看看两点式怎么用 那我算一次你就知道 所以我现在一样去取 好譬如说我去求通过 然后A30然后B-4-1 两点之直线方程式 那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去带这个公式 好那你也可以去写成这个样子都行 那所以如果同学觉得这个比较好记 那我其实也可以带一次公式给你看 我们现在可以让这个是S1 S2 S1 Y1 然后这是S2 Y2 所以我如果带公式的话是怎么看 就写这个比例式嘛 对不对 S2-S1-4-3 分之Y2-Y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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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然后这边取的一个有一个点是动点 所以这边是S-3 就是用P跟A相减嘛 所以就是S-3 上面的话就是Y-0 因为这边这个Y1是0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 所以你如果不这样乘开 也可以直接这样做 好所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最后再把它乘开 Y就等于 这边先算 是不是7分之1 因为这个我负号都弄掉 那这边呢乘上去 所以变成7分之1倍的S-3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分数麻烦 你就把它乘开 所以变成S-3等于7倍的Y 所以是S-7Y Y等于3 7分之3 我们把它乘7倍了 好就这样子 所以你就把这个减过去 然后把这个移过去 好我们可以这样去算它的直线方程式 好所以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刚才的流程 就是我们去考虑 这条直线上面的动点P 然后再按部就班的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好所以这个算法 我就不另外再写同学们可以仿造刚才我们第一个部分算的点斜式 自己实际上去练习看看能不能写出这样的结果 好所以原则上同学们大概只要会这两个算法 其实大部分的直线方程式的问题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